像我自己本身也是意味性裏面的患者 因為我們去抓皮膚的時候 其實會破壞我們皮膚表面的保護層 我乳液、乳霜、油 到底要怎麼選 那我們的產品的成分就是以這個保濕為準 那目前市面上其實有很多的成分 都是具有保濕功效的 像是譬如說維生素B5 那神經西安啊 那尿素啊 小砂膝、小砂碗等等 都是能夠去幫助我們具有保濕 然後抓水、鎖水能力的一些成分 但是那在產品的選擇上面的話呢 我們會建議就是 因為你是已經是一個容易 皮膚容易受刺激的人了 所以你就要選擇 少添加物啊、少香精、少色素 少防腐劑 這些成分的話呢 少酒精的話 對你的這個皮膚會比較好 那另外就是說有些人會問說 那我乳液、乳霜、油 到底要怎麼選 乳液的含的水分是最多的 那在乳霜的話就是偏向油的成分比較多 油類的成分就是更多 那這三個的話 它的因為成分不同 所以它的這個在用途上 也會些微有些不一樣 像是油類的話呢 譬如說凡氏林好了 它的這個防止水分散失的能力 非常強 那同時它因為它裡面含的水比較少 所以它給予你肌膚補水的能力 就沒有那麼強 所以它主要是用來 可能是在即興期的時候 給予這個全身體的這個覆蓋 那防止這個 我們這個水分散失 但是因為它就是 比較油啊 所以可能會比較 黏力、悶熱 所以很多人擦起來 可能會比較覺得 不是那麼舒適感啦 再加上它不能補水 所以說有人接下來就選擇使用乳霜 乳霜的話就是 有一部分的水 然後有一部分的油 那擦起來就會稍微比較舒適 但是隨著水分的比例增加 就像乳液好了 水分的比例增加 代表更容易可能會腐敗的可能性 所以說乳液再添加這個防腐劑的 這個比例可能成分就會比較多一點點 那再來就是水分多 所以就是油少 那就容易會有散失的可能性 所以在乳液在使用上面的這個保濕功效 可能就沒有像這個油 預防水分散失能力這麼強 那所以大家我想說 那我在怎麼樣狀況下 我要使用怎麼樣的產品 如果你是一般的膚質 或是中性的膚質的話 其實你使用乳液也OK 那如果是稍微一般膚質到偏乾膚質 你就可以使用乳霜 那如果我是非常乾的 或是我在發作期間 非常嚴重的話呢 我會先建議你使用油性的 這個產品會比較好 那當然你不管使用乳液乳霜油啊 都是建議就是洗完澡以後 趁著身上還有水分的時候 趕快去塗乳液 塗乳霜塗油 把那些水分給它保存下來 那才會有更好的保濕效果 那嚴重的異議性皮肤炎患者 您在一天呢也可以塗保濕乳液 把塗到四次也都是可以的 你覺得搞不清楚的話 很複雜的話 你就是先塗藥膏 那藥膏呢你等10到15分鐘以後 你再塗上你的一些其他東西 乳液啊乳霜 或是上那些保養品化妝品等等 這樣是最簡單的 因為你一般的藥膏在皮膚上面 大概10到15分鐘 就已經差不多吸收了 你在等再久也不會吸收更多 比較複雜的用法是 你可以分你的藥膏是什麼項 乳項還是油項還是水項 然後你的乳液是什麼項 那所以說如果你是水性的藥 也就是比乳化性質的產品還早使用 然後再蓋上乳化性質的東西 那如果你是乳膏的話呢 你就是可以先乳液 或是然後等10到15分鐘再乳膏再上去 然後最後面就是像是油膏那些東西再覆蓋上來 那當然也是都建議就是說 你任何一種產品之間 還是可以間隔一下10分鐘到15分鐘 然後再去做下一個產品的覆蓋 不過現在大家上班這麼忙 其實很難差一個就等10分鐘 差一個等10分鐘那已經遲到了 對啊 所以還是簡單一點就是 你就是全部都先上藥 然後等10分鐘再去上哪些保養肥膏 那你從生活上面的話 我想你可以從食衣住洗開始 洗東西的形式 那食的話就是吃東西方面 如果你本身是發現你有對哪些食物有過敏的 就少碰的 那一般來說如果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怎樣的食物會過敏 常常我們通常的異味性體質 容易過敏的食物大概是有 帶殼類的海蟹 像是蝦子螃蟹 那或是奶 蛋 豆 然後小麥 堅果花生 這些東西 少碰 那再來就是不要吃辣的 因為辣的話呢 第一個你吃辣 你全身那個血管會擴張 那有些人應該有這個經驗就是你吃辣的時候 皮膚開始出現就覺得癢 或是我們很久沒運動去跑步的時候 運動一下全身就開始癢 那都是因為 血管擴張 然後刺激周邊的神經 讓你會有癢感 那癢感你就想去抓 那你可能就會因此又會越抓 就會越癢 所以這個10方面要注意 那一方面的話呢 因為性皮膚炎的人呢 他的皮膚就是容易受刺激 所以你在異物上面盡量選擇像是 綿質啊或是殘絲類型的 他對我們的皮膚比較服貼 比較不會去刺激到 因為像是毛衣好 或尼龍的布料 他會有些毛屑 那些東西一次到皮膚 你就會覺得很癢 那就會不太舒服 另外就是說 我們現在冬天來了 我們要怎麼穿 我們會建議你就是 用這個洋蔥式的穿法 你薄薄的一件一件一件去穿 然後不要就是只套一兩件 就是很厚的 這樣很厚的 你一進到室內很熱的時候 你就沒衣服可以脫了 你沒衣服脫的話呢 你就會很熱你就會流汗 流汗就會激在你的皮膚上面 你就會開始癢不舒服等等 就會去抓 那這樣反而會造成這個皮膚炎的發作 那再來的話就是 住的話就是我們居住環境 居住環境的話就是減少 就是像是塵蚊啊 貓貓啊狗貓 不要小用地毯 因為地毯可能會容易扛一些 灰塵毛屑等等 那你在可能趴在地毯上等等 你會覺得不舒服 窗簾的話也少用厚重的窗簾 厚重的簾布 可以用百葉窗去替代啊 那另外就是可以就是空氣清淨機啊 那維持濕度在50到60% 然後減少家裡的這個空汙的污染源 其實也都可以改善這個熱性品變化作 那再來就是洗啊 就是說我們剛剛一直強調 就是你不要洗太熱的這個熱水澡 然後避免就是破壞我們的皮膚 那洗溫泉也是小心 再來就是說你在做清潔的時候 不建議用肥皂 肥皂它的清潔力比較強 那它又是比較偏鹼性 再加上你在用肥皂其實你是在摩擦你的 用肥皂摩擦皮膚 這些等等都會 可能會破壞我們的皮膚的保護層 那建議你使用一般的沐浴乳 甚至是異味性皮膚液眼 適用的沐浴乳的話 其實是對我們的這個肌膚是會比較好的 那大概就是從十一柱形去著手 那其實我還是會給 不行 圈 欸 到底停不... 問題是什麼 OKOKOK 那我只要回家媽家一躺在床上 我就開始氣喘巴坐 我就很不舒服 然後皮膚就懸吊